2023年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第八轮的焦点对决 是由红方象棋大师党匪对阵黑方大力神金波 开局走了中炮对屏风马 双方的开局呢还是非常的流行 这里党大师选择马八进七 让黑方挺起两头蛇 红方横拘 黑方飞向 红方走拘九平六 黑方在捕市 这个下法在几年前是非常的流行 如果此时红方选择兵武进一 黑方有一个炮二进四的下法 那么红方会选择炮武进一队 黑方就躲一下 红方拘二平三压马 黑方可以进炮打马 这个呢也是主流的下法 在以往的对于当中出现了很多 核棋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这盘棋下到这里呢 党大师选择拘二平三 也是一个正确的下法之一 但是呢相对少见 金波选择拘一平四 直接邀队 通过了对局 那么黑方的马吃回来 用二路炮给七路马伸根 也是常见的战术 此时红方再选择兵武进一 也是贯彻中复方的马的思路 黑方退炮 准备打局 红方出马 黑方平炮打 然后再选择马四进三 把两匹马跳起来 抵御红方的攻势 红方选择兵机进一 是中炮盘通马体系下 应对对方两头蛇 非常常见的战术 要求去对兵 那么你黑方吃我 我的马呢 就可以吃到一个好位置 如果你不吃我 我的兵将来吃过去 让你飞一个高向 让黑方难受 那么此时黑方该怎么应对呢 金大师选择进炮打局 如果红方选择进局吃炮 黑方可以再打局 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位置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 弹子炮的结构 所以红方不肯 选择把局先退回来 黑方此时走得强硬 选择再送一足 那么当红方吃上去之后 走一个局发禁六 应该说这几步棋啊 金大师走得非常的强硬 值得我们学习 这里红方先吃过去 黑方就杀过来 这个局面下 红方可以考虑前马进四 强行的蹬进去 那采炮呢是一个先手 黑方肯定是打掉 红方就吃掉 黑方选择飞兵 红方再选择退局 下个季红方准备要炮八退一 再平炮打 这样呢形成一个三路线的反击 双方是一个基本军事 局面也相对的比较平稳 实战当中 党大师选择前马退伍 虽然说呢 也是可行的一个下方 那将来的浸泡打打局 但这个马呀 退回来啊 总是感觉有一点点亏 实战走到这里 黑方就向下失掉 红方平均一捉 再按计划 浸泡一打 那形成当前局面呢 可以说是黑方略微好一点点的一个局势 红方也完全可以接受 这个局面下 红方比较稳妥的走法 是炮五退一 那非常有针对性 准备去平炮打局 反击黑方 那么如果黑方此时选的平炮 红方可以炮阿民机顶住 你打我 我先打一下局 然后再把你的炮吃掉 这样的话呢 依然是打着马 咬着你的炮 双方很有可能要进行一个大交换 和其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实战当中啊 党大师选择的是炮五平七 那这步棋啊 应该说并不是很理想 看起来平炮打马是一个闲手 但是啊 黑方的马跳起来之后 随时可以把红方的中马给换掉 那么这个连环马一旦被动摇 黑方在七路线的攻势就体现出来了 可能是红方啊 忽略了月马以后 他并不惧怕你浸泡去穿 好像有一个四线千牛 但是黑方有一部足五金一的妙手 完全可以化解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局势 红方无论怎么下 都是要吃亏的 如果你选择打 那黑方呢 就足五金一吃上来 显然是黑方占优 如果选择兵五金一吃 那么黑方可以先破掉连环马 再选择进去吃马 这个马跳起之后 再平均来捉炮 同时打的底下 显然黑方也是大优 所以啊 这个骑走到这儿呢 党大师就选择的是炮骑平 虽然呢 可以顶一下中路 但是啊 也是黑方占优的骑行 此时金大师 先平炮打局 次序井然 红方没有办法 只能先躲 那么这里呢 就打一将 再选择进马登霜 可谓是得吃得喝 红方非常的亏 此时党大师选择退局 那黑方呢 就简单换掉 换掉之后 红方不仅少了一个向 而且呢 被迫捕失之后 三路底向 成为一个巨大的弱点 金波大师选择马 七进六 直接攻击红方的中马 这边的三路马呢 还被对方打击 局势呢 已经基本明朗 可以说呢 是黑方盛势 此时红方 选择先出一个老帅 攻击一下底线吗 其实也不难 因为这边有个底炮 黑方呢 就简单进一个局 继续呢 去压制红方 虽然你可以下底将 但是啊 可以落向挡柱 不会丢掉底势 此时党大师 选择马五进七 先跳上来 那么黑方呢 就平局一将 红方阳势顶住 再选择足五进一吃过来 虽然黑方 没有得到大子 但是啊 红方的防线 已经几乎崩塌 这边打着象 还有一个中足过河 实际上这个棋啊 感觉胜负一分 那么相对来讲呢 这里红方如果吃象 再选择把局吃掉 可能啊 更为顽强一点 但实话实说 就算下到这个局面 大概率呢 也是黑方要取胜 因为黑方有中足 还有事项上的一个优势 位置也相当的好 红方想去抵抗 确实是非常的困难 但总比实战的效果呢 可能要顽强一些 实战当中 红方选择十四进五 那么黑方呢 这里就先会一步向 下的非常的稳健 红方选择马三进二 也并没有太多的机会 黑方简单吃掉就可以了 虽然红方可以打象一将 但是啊 黑方简单落势 走到这里啊 党大师呢 就投子恩负了 因为呢 大子白白丢掉 虽然打一个象 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现在人家的象呢 还抓着炮 抢着一个先手 红方的炮 也没有什么好的位置 那走到这里啊 党大师呢 就投子恩负了 这盘焦点对决 最终呢 以金波大师 取得胜利收尾 政府从来 接下来